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美國正在調查中共高層資產 對中南海來說 無疑是史無前例的打擊 中共或發生內亂 中共的軍隊叫解放軍 現在恐怕要改名了 在廣交會上 電體產品像大白菜一樣便宜 讓出口商絕望 美國媒體披露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一份報告 將披露中共高層的腐敗和隱藏的財富 包括習近平和其他六名常委的財富 有分析指 這個報告一旦公布 將給中共統治帶來史無前例的衝擊 這份報告是拜登去年12月簽署的 《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 第6501條的規定 要求國家情報總監埃威爾·海恩斯 與國務卿布林肯 共同完成並公布這份非機密報告 媒體人比爾戈茨 4月10日在《華盛頓時報》發表文章 透露相關報告正在撰寫中 題目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財富和腐敗活動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調查中共高層官員 報告的目標是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205名委員 25名政治局委員和7名政治局常委 包括習近平 除此之外 中共29個省委書記也在調查評估的範圍之內 日本媒體人石板明夫分析說 這是美國從內部瓦解共產黨的一種方式 當年溫家寶、周永康、習近平家族等等的海外資產 都是外國媒體披露出來的 而現在是美國政府在做 在中共體制裡面 官員不貪污是不可能升上去的 其實美國過去也知道 中共高官在海外有隱匿資產 這次因為俄乌戰爭爆發 全世界都在調查普京及其他官員的海外資產 在這個過程中 也查出了很多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資產 這個數據美國已經掌握了 他表示 現在中共跟美國對抗 美國至少表明我手裡有一個炸彈 如果這個炸彈引爆的話 對於中共 對於習近平政權就會造成衝擊 中國民間在1990年代就要求官員公佈財產 但中共歷代領導人都堅決拒絕 因為這是中共最痛之處 美國早就知道 原來中共怕這個 既然你不願意公開 那我給你公開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收起相關信息 石板明夫表示 中共官員的財產情況 美國應該已經掌握的八九不離史 如果公布出來的話 就能證明 習近平的反腐就完全是一場騙局 這個事情馬上就會公諸於眾了 所以 這個對習近平的打擊就非常的大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美國一旦公布了中共高級官員在海外的資產 特別是中共政治群七個常委在海外所擁有的資產 對中共產生的殺傷力幾乎是無法估量的 可以說 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 都沒有承受過如此巨大的衝擊力 會讓整個中國社會徹底地改變對中共的看法 它將迅速地在中國社會裡面產生一個巨大的離心力 藍述表示 現在各級政府機構都在強迫要求公務員減薪 減少公務員的編制 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份報告一公布 它所產生的效應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美國真的公布報告 中共就不會再有太多的精力去考慮台灣問題了 內部所產生的這種離心力 會讓整個中共的體制陷入一場混亂之中 至於美國 為何選在這個時間點放風 說再寫這份報告 台灣歷史協會執行長賴蓉偉說 因為5月20日 台灣賴德卿總統即將要就任 美國就要告訴你中共 你不要在520前搞事 我這邊有軟的一面 也有硬的一面 美軍航空母艦會在台灣附近的海域審議 另一方面 這些中共官員的財產也掌控在我手裡 就是想要嚇阻中共 另外 美國眾議院還提出了一個 《台灣衝突 阻惡法法案》 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美國就要把最有權勢的200名中共官員的財產公布出來 並且給予凍結和制裁 眾所周知 中共一直都是黨指揮槍 但卻總要裝裝門面 中共軍方規定 公民在參軍時要宣誓為人民服務 然而 網傳視頻顯示 宣誓詞已被改為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大量網友表示 不裝了 以後乾脆就改名叫黨衛軍吧 獨立學者高法林在X平臺發布一則視頻 片中 大批身穿白色軍裝的軍人 在一名男子的帶領下集體宣誓 說 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全心全意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中共軍方2018年曾發布《內務條令》 其中 第13條寫道 若我軍人必須進行宣誓 宣誓詞包括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絕不叛逆軍隊 誓死保衛祖國 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 以前的宣誓詞中有祖國 有人民 也有黨 其中說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全心全意就是 不能有雜念 而且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還是毛澤東的原話 他還知道 拿人民做遮羞布 當黨劍牌 所以 中共軍隊叫人民解放軍 現在宣誓詞居然改成了 全心全意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說明 中共軍隊已經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了 成了專門替黨鎮壓人民的工具 這段視頻不到24小時 在X平台上 已有16.7萬的點閱量 網友們紛紛嘲諷說 攤牌了 本來就是中共黨衛軍 不裝了 開始說實話了 遮羞布也不要了 還有網友提議說 以後別叫它解放軍了 應該改名叫中國共產黨軍隊 簡稱共軍 或者 直接改名叫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如果中共真的修改了宣誓詞 那說明 當局非常害怕 中共政權被民眾推翻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中共是多麼不得人心 也預示了其解體的命運 陳破空分析 現在中共軍方是軍委主席負責制 只有習近平才能下令改動 應該是習近平下密令改變了誓詞 他說 事實上 這種苗頭早就開始了 在2022年1月份 中共舉辦了一場冬季奧運會 當時有一批中國運動員和教練員 深更半夜跑到了天安門去宣誓 假裝講了一些要為祖國 為人民爭光之類的話 其中有一句關鍵的話 叫做爆打領袖豁出去 一個體育比賽跟領袖沒有半毛錢關係 比賽就是比賽 你在那裡扯上什麼領袖 你既不是暴打祖國 也不暴打人民 居然半夜三更 跑到天安門廣場喊 暴打領袖豁出去 很可笑 好像學一學習近平語錄 就能拿到冠軍 4月15日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在廣州開幕 在經濟前景不佳的情況下 各企業拼低價促銷售 一些出口商表示 產品的價格便宜的好像大白菜 讓人感到絕望 據路透社報導 吳華站在一家中國電視機廠工作 他表示 工廠的利潤率 已從三四年前的2%降至微薄的0.5% 我們銷售的電器就像大白菜一樣便宜 如果這種情況再持續一兩年 我們就得改行了 他們廠過去曾規定最低訂單價 以有效管理生產 但當前續廠如此慘淡 有任何訂單都是好的 在廣交會開始之前 香港大學金管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表示 今年廣交會的關鍵詞將是低價 由於中國國內對商品的需求遠低於往常 而且大多數行業產能過剩嚴重 因此 製造商必須降低以實現更多出口 美中之間的經濟和政治局勢日益緊張 前總統川普表示 如果他入主白宮 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的關稅 在這種背景下 使得中國出口商的海外訂單大幅減少 另外 中國國內也面臨製造業產能過剩問題 一些與會者表示 生意感覺放緩 一家電子公司的銷售經理洛伊斯·張說 去年廣交會第一天 我收到了十多個尋盤 但今天我只收到了三張名片 江蘇省一家戶外取暖氣製造商的范經理表示 他的大部分客戶都在歐洲和北美 然而 今年我們一個大客戶的訂單 比去年減少了25% 其他客戶還沒有決定是否要繼續下訂單 經濟學家們並不認為中國經濟會出現快速復蘇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房地產行業危機的拖累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贊 訂閱 留言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試試變換 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